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来获得这种将者 这种旅行 在这种旅行 在这种旅行 这种旅行 在这种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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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是有些 好像员 AMAMAMĂ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剧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我看你很想,就是发起来。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家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在前半莲花上面 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地开始祈祷 心里面想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笔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全部遣除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 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他就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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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找到 他就要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叫做新念处 分两个方面来续说 一个是意识不常理 第二个是根识不常理 首先讲意识不常理 讲这里所谓的形式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非常清楚 自己都是有这样的明明清醒的 七星动念的一种分别的形式 那么这样的形式在决罪法我的时候 就要分析为不常理 当然在名言当中 世间的现象当中 我们也谁都承认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颗心 然后这颗心也寥寥分明 能了知一切万世万物的本体 它的特征 分类等等 那么我们是不是拨持现在现象的这一个心不存在呢 从实现迷乱的现象角度来讲 并不是拨持现象的现象分 而从圣意空性的角度 或者说觉着一切万法真相的侧面来讲 确实是我们现在正在七星动念的这一颗心 绝对为远离四边八戏 这就是所谓的薄若 母薄若是这样来理解 那么心 它不会注意在根 根的话 我们右舍的五根 就是眼耳鼻舌身 五根 这个五根当中 心是肯定不会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心它没有形体 没有味道的 没有形状形色的 而这些根的话 按照内道的说法 或者世间的说法 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 全是与肉体和外乘 乘有关系的 那么一个是有碍物 一个是无碍物 那这两者在本质上显然是相伪的 所以肯定不是注意根上面 再加上有些其他讲义里面所讲的那样 这个意识并不是跟上存在的 如果跟上存在的话 那以他体的方式来存在 或者是以一体的方式 一体的方式存在的话 那么眼耳已经成了死了 那这样不合理的 有眼耳 有眼睛的人都有眼耳 尸体也是有眼耳 所以尸体也有眼耳了 有这个果实 然后如果以他体的方式存在的话 那除了掩盖耳根 鼻根以外 其他一种实的形象也好 它的本体无法建立的 所以在根上肯定不存在的 我们这次 diam算的几个人 如何去电来远 不用解了 这个确问题 我们这次 ди多过 spezie下把两者 move 把指います 内衍打 quiz случае 当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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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觉得心是不是安住于外面的色法 就是眼睛所看见的对境的色法 或者耳朵所听见的声音等 外面的无尽上面存在呢也不是 因为外面的围境完全是各种四大微乘组合的 而心刚才所分析的一样它没有这种心体 这两者本质上是矛盾的所以也不可能是外面的色法上存在 如果色法上存在那我们心变成柱子变成品质等等 那这样也是不合理的不过有时候迷乱现象当中 好像心也跑到外面去了有这样的感觉 比如说你今天到一个花园里面去 花园开的鲜花也是屋檐露色的话 一下子好像心已经跑到这个花园里面去 只有在哪里心上也有这种感觉 但这毕竟是一种家里的分辨点 其实在外境的色法上面不可能存在这个心 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分析 外境和根中间存不存在 比如说我前面有一颗柱子 然后我的眼根跟中间有没有这个心呢 这是绝对不可能有的 因为前面都是一个空荡荡的隙空以外 除此之外没有所谓的这个心在外面逃来逃去 这样现象谁都不会承认的 这样一来根和经中间在三个地方绝对找不到的 Ro 복 三个 大巴 三个多 何过分析 二出于 有生命あ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心是不是在身体里面 就是身体里面你的肝胆肺或者大肠小肠胆身体里面的内脏伤 存不存在呢这也是绝对不会存在的 当然有些人认为好像所谓的心住在整个自己的身心 以前上师也讲过虽然现在汉族的有些人认为心在大脑当中 因为依靠外面的一些教育也这样认为的 有些佛教或者藏地的有些人认为心在心脏当中 但我们表面上看有时候是分嗔恨心的时候 好像心里面很不舒服的在心脏当中存在一样 有时候也这种感觉只不过只是一种分别力而已 按真正来观察的时候我们心脏再进一步地分析 如果真正是心在心脏里面的话 那心脏的上方还是下方这样观察 这个肉体对自己的心思也有一定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住在一个好的房间里面的时候 心情好一点 住在不好的房间里面的时候心情不舒服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肉体生病的时候心情不好 这些事只不过是在暂时的面当中 互相一种起作用而已 实际上真正的心是每一个众生他自己有一个固定的相续 这个是不可能改变的 所以我们心不应该成立内在 内在当中也不存在 然而心在外面也是绝对没有的 身体的比如说手 脚或者整个骨头 肌肉 在外面到处去寻找的话所谓的心也不可能有 除此之外的踏出 除了我们身体以外的 在衣服里面 在钢子里面 或者是在你的钱包里面 有没有心呢 就是没有的 的 我感觉我感觉到你 我感觉到你 能不能改变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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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应用过 心在里面也没有 外面也没有 内外而得的中间也是没有的 实际上就是了不可得的 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也是不可得 这种不可得并不是已经在存在而得不到 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应该通过观察看这样的心到底存不存在 最后真正是认识到这个心原来都是不存在的 有时候我们分析极大的嗔恨心或者贪心的时候 好像是真的有这么一颗恶心 但是你真正去观察它的本体的时候 无论是它的住处也好 它的来源 它的最后的去处 全部都不存在 因此我们在学《无常密法》的时候 经常讲破除十字形方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观察自己心的来龙去面 以后就认识到这个心不存在 2000金方 三上 2 1 2 2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无少事性过有情心涅槃 紧接着也讲到 我们所谓的心事并不是自己的身体 如果是身体的话大家都应该清楚 身体它是无情法 无情法 我们的心事也变成了无情法 但是这样的道理谁也不敢承认了 心事绝对不是身体 这个是谁都会知道的 然后那么身体以外 除了身体以外的有一种单独的实有的法 是不是呢 那这个绝对不是 因为身体以外的有一种实有的形式 那离不开前面的观察 就是身体的里面 外面 或者说是以身体 以塔体的方式存在 还是以身体互相挂钩 项链的方式存在 这样一一观察的时候 除了身体以外的心的本体 也不可能成立的 然后身体合合 比如说我们牛奶和水融在一起一样的 这个身体跟心事全部无二无别 融入一体的方式存在 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存在一体的话 那我们身体上面稍微切一块的话 心事也是切一块的 那么这种身体也有应该感受 比如说我们的脚已经切断了 切断了以后 那么这个脚也应该有感受 或者我们的手指看断了以后 手指也应该有感受 但是这个绝对是没有的 如果是跟身体无二无别一体的话 应该会这样的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离开身体单独的 像外道和有些其他的宗派所讲到的那样 在另一种方式来守护身体 或者以身体用其他的方式来存在 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通过这样的观察之后 我们应该知道 迷迷糊糊的心 其实只不过是 暂时面当中的家乡而已 实际上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无论是我们相续当中生起的贪心 真心 痴心也好 或者信心大败菩提心 再从生意当中来观察 就像《中观根本会论》里面的观点一样的 完全都是不会存在的 我们前面的观察 在进行分析的时候 应该知道心的本性是没有任何实有的性质 没有任何实有的性质 这因为众生的性没有任何实有所谓的有情 有情在诞文当中是有心的意思 因为石头木头的没有心 而我们众生 不管是牦牛还是人类都有这个性 所以有情也好 有心者的众生 他的本性就是灭坛的 这也是因为诸法的本体 本来都是清净的原因 而并不是 本来都是不清净的 然后一个大德或者一个成就者 他通过修炼 或者他自己所看见的范围已经变成清净 或者他在自信当中已经清净 外面不清净 不是这样的 佛陀在佛经里面也说了 一切诸法如善事 我们以前蒙宝仁波切在有关教言当中也是用了 其实一切诸法的本体 本来都是离一切习论 跟三世诸佛的本体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也是有关教言里面说 善有极灭 平等心 其实这是非常甚深的教育 我们三界轮回的众生看起来都是默默活活的 每天都是特别的可怜 其实他的本性每一个众生如果当下遇到三知识 已经认识了新的本来面目的话 就当下就开悟 所以说实际上真正轮回的本体 跟涅槃没有什么差别 正因为这样印度的大侄子 萨拉哈巴尊者 他也是说了 轮回如何即涅槃 虽然我们讲《中论》的时候也说了 就是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 当然我们看见了 关于是涅槃与世间的本来的 这个本来的了 听下来的 我看见了 是涅槃与世间无尊心的 是涅槃与世间无尊心的 那是涅槃与世间的 那是涅槃与世间无尊心的 是涅槃与世间 我看见了 我也看见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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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进行绝世的 你极限有时缘和二生时 时尽若同时一生何待缘 时若后尽其缘和二得生 这是通过三个时间来观察五根实 五根实也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人的心要么是以意识独立的方式来存在 或者依靠五根而产生的根实存在 那么一生不存在的道理我们前面已经破析了 现在这个根实是不是存在 我们不是眼睛睛睛看到了外面的舍法 而若睛睛听到了外面的声音 那这些二世 延世 彼世的不承认的话 是不是见闻觉知都全部灭没了 就是不存在那也不是 名言当中虽然有一种如幻如梦般的现象 但实际当中我们的延世 彼世也实际上不成立 怎么不成立呢 通过善事来观察 怎么会成立的 然后首先 如果这个世存在的话 那么涉于外面的外境 这两者是同一个时间还是非同一个时间来产生的 如果你说不是同一个时间来产生的话 那首先是不是你的根实先产生 然后它的外境后面产生 如果你承认这一点 那也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根实离开了外境 而自己独立产生 要这样的产生是不合理的 所以根实和外境应该说是 它们一个是所缘境 一个是依靠所缘境来产生的 但是如果这个境没有的话 那它的实是怎么会产生呢 这个实肯定不会产生 愿什么样的对境而产生呢 那这样以后对方都没办法说话了 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 那么根实与外境是不是同一个时间当中产生啊 有些人可能这样是对的 因为我现在正在看见色法的时候 其实我的眼神也是存在 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因为如果你的根实和外境 同一个时间当中的话 那互相都没有任何关系 同时无有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的话 它们两个之间没有因和果的关系 如果没有因和果的关系的话 依靠对境而产生你的眼神 或者你的眼神跟对境有关系 那这是不成立 如果你对对境一点关系没有的话 那你不需要这种对境了 这样一来 这种同时的产生方法也是不合理的 然后第三种情况 也就是说是 死在后面 对境在前面 但是这也是只不过未经观察的一个名言的说法而已 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 你前面的这种对境 产生完了以后 一刹那就已经灭完了 然后你产生根实的时候 原来的这种灭法 根本不能起产生根实的种子 像《纵论》当中也是说了 云和阴灭时 而能生于果 如果你的阴已经灭完了 那怎么会是能产生果啊 产生果不可能是 用世女的儿子而产生的 这种水果还是可以开启营 就这种交易啊 我一直为不阻碎一下 那边就位了 等一下 Però你为了解到那边 那边这有问题 那边的地方 你能把事情也犯定了 禅联系 但是 我们有得 chas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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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还要讲法联处 法联处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诸法成立无神之女和 还有遣除对她的争论 首先是讲 一切诸法成立无有产生 故应不能知诸法是有神 因为我们以上的各种不管是外境身体还有根这些来抉择 然后内心的感受和还有我们的心事 从各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 我们应该知道在整个世界当中 绝对不可能有一个实有的法产生的 不管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或者说是心法还是外面的舍法 都是没有任何产生 这就是一切万法真正的真相诸法无神 如果我们知道无神的道理 无神就是说没有产生 如果知道无神的道理那就是无诸无名 就是后面有为法的几个法相很容易明白 诸法的确是不能产生的 就是如果要是产生的话 我们原来就是说颇有无神音 或者说以词遍生来进行观察 词遍生进行观察 原来在《入中论》当中说 遍遍遍生指的是 诸法并不是在他自己的本体当中产生的 然后如果他自己的本体当中没有产生的话 难道怎么会是能其他的法当中产生呢 如果词法当中也没有产生 他法当中也没有产生的话 这词他两者的供生怎么会有呢 如果这三种产生的方式没有的话 那无影产生是更不能有的 所以通过这四点来进行抛弃的时候 我们诸法的产生的确也是没有的 我们世间迷乱的显现当中 或者说人们的交往当中经常有所谓的产生 其实这样的产生真正用宗瓜来观察也是没有的 就是《中论》里面所讲的 诸法不自生也不宠他生 诸法不自生也不宠 不公不义 事过之无生 这样的这种教言跟特律方法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自生 那自生有无穷的过失 如果是他生的话 那么火焰当中也应该产生黑暗等等 然后公生应该是居住以上的这两大过失 无影产生的话 那么随时随地都是 无有因缘居住的时候也是诸法应该产生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过失 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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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 贡献 掉 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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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